来 弹两根我看一下 拉的动作小一点 对 再集中一点 不需要拉动作 对 直接打就冲 开始你看 从后面往前面去 不要有这个前臂的 就是大臂的动作带的太多 有点像反胶的 直接从后面就出去 就可以了 对 因为我之前是反胶 然后改的身胶 然后身胶现在也没有打多长时间 所以我的动作还是偏反胶的 这个动作在里面 对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他现在这个动作 就是打身胶 我以前也是打身胶的 他是没有这个动作的 身胶的动作都是这个动作 用身体从这里出去到这里 这样子你就慢了 你会慢 而扯的话这个弧线很稳 但是身胶的快速的 沉的特点打不出来 你往后面走一点点 试一下 对 这个就是 你看 这个就是身胶的特点 不要拉摩擦 如果弧线低的话 用身体去制造一点弧线 如果弧线高的话 身体就不要用 注意身体的制造弧线 比如说低了 低了 对 早一点身体 再集中一点 注意看 那就注意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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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